在正史三国志中 自贸伟岸的河北汉子 刘备最信赖的心腹之一 主旗中护军征南将军 则地位更类似曹魏的韩号与使唤 而非许多人认为的点为霍徐楚 参与平定过荆州与益州 汉水之战由与曹操促遇后的沉稳发挥 当阳之战保护阿斗撤退的功臣 陈寿钦典为西汉开国大将夏侯英 就是给刘邦驾车的太仆 乱军中救过孝慧帝和鲁元公主 关张马皇赵传礼牌第五 在三国演义中 宇文丑徐楚都战成平手的勇将 长板坡七进七出 年灯七十还能斩武将 诸葛亮证实书信里劝关羽石 只说马超可以跟张飞并去争先 小说里却加了赵云 直接将赵云与马超张飞并列了 在现代社会中 白袍银枪帅哥的典型存在 武神赵子龙 剑龙谢甲等电影的主角 真三国无双游戏历代看板 接着说黄中 在正史中 勇猛的河南老将 参与平定荆州与汉中之战 用冠三军 定军山一战 登高雷鼓 激战曹操三大方面 指挥之一的夏侯渊 诸葛亮明说了 汉中之战前其名望 不如关马 刘备封他为后将军 与关张马并列 关羽称黄中为老族 则黄中在定军山前地位 当类似于曹操麾下 突击王乐基 陈寿钦点黄中 类似于西汉开国冠英 就是刘邦麾下 唯一骑将冠英了 在三国演义中 与关羽打成平手的神射手 攻击天荡山和定军山时 都是独立领军 正是李刘备麾下 诸将亲自指挥过战役的 唯有关张马而已 而且最终胜利 在现代社会中 说起来就是位 老当益壮的老将军 好像没什么作品专门刻画他的 搞得大家都默认 他是五虎将最弱 忽视了他可能是五人中 肉搏最多者的事实 可惜了正史 永义冠三军的说法 然后是马超 在正史中 西北汉子 自己觉得很有力气 打仗时很突乾 讨伐郭元时受伤 同关之战一图 突袭曹操但忌惮 许楚没敢去 他不顾负弃组织关系诸军 进逼同关 与曹操对决 最后输掉 两年后继续在西北闹事 之后归降刘备 归降刘备后的官位始终很高 先是平息将军 然后是左将军嫁捷 最后是票棋将军 虽然离开西北此地兵 后战继存疑 杨复评价说他有信不知有 类似于英部 诸葛亮书信里 也拿他比英部与彭月 在三国演义中 英俊的锦马超 与徐楚单挑战平 而且几乎可以说战上风 与张飞单挑战平 击败于晋与张和 后者与张飞 赵云单挑都不败 被曹操念叨 不见吕不知勇 被描述为孝子 在现代社会中 白袍银枪帅哥的形象 多少被赵云占据了 各种流行文化 都企图渲染 他的一族色彩 接下来是张飞 在正式中 河北猛将 与关羽并称熊虎之将 万人敌名垂后世 受到成语 周瑜等敌国人物的推训 熊壮威武亚于关羽 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一是严严被认为 有国事之风 大破张河之战 从效果来看 是蜀汉打国的 最爽脆胜仗之一 官位长期与马超并列 开国时 为彻器将军 被诸葛亮的书信认为 与马超并驾崎岖 平南郡时 刘备曾经用张飞带一千人 去跟周瑜换两千人 当阳退兵时 面对天下最精锐部队虎抱齐 独自断后 竟令虎抱齐 面对唾手可得的刘备 而放弃 是所谓聚水断桥 在三国演义中 被加了莽夫属性 但意外的善于用尽 秦王中当阳杨辰 捉炎炎破张河 都是用尽 与吕布至少交手三度 平马超 刺伤醉酒许楚 骁勇之极 在现代社会中 在民间已成黑脸 无脑猛将 最典型代表 稍微一个不黑脸的 比如漫画火凤 燎原 立的张飞形象 就被认为是大颠覆 最后是关羽 在正史中 山西大汉 与张飞并称熊虎之江 万人敌名垂后世 直到他 深故三百多年后 陈朝第一猛将 萧摩赫 依然被吴明彻说 有关羽之名 有生之年 原始为刘备政权第二人 所谓属小国也 名将为宇 万军中 击斩袁绍麾下 永贯三军的炎梁 是唯明刘青史的壮举 三国中最传奇的个人 永武象征 在江陵时 石可为一方诸侯 以三分之一个 荆州的兵力出击 围困曹操麾下 最骁勇将领 兼南县第一人曹仁 父子 记载曹大司马之勇 奔 御服家隐 张辽其赐焉 与满宠 秦或曹操当时 麾下外姓 第一将于尽 于尽被秦前三年 为左将军 贾结月 是五子梁将 乃至曹操时期 唯一拥有贾结月的将领 降服军马三万 威震华夏 曹操一度动心迁都 之后在前 有徐晃曹人满宠 后有吕蒙孙权 亲自被刺的情况下 败北 在三国演义中 温九斩华雄 白马斩炎梁 炎金斩文丑 占平黄忠 占平庞德 上后占平徐晃 在现代社会中 成了财神爷 被黑社会败 大家说起来都强调义气 明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间 他和张飞 是被当作战神来崇拜的 如果按正史来看 陈寿都说了 赵云等于夏侯英 黄忠等于冠英 马超等于英部 张飞与马超等级别 关羽高一档的存在 若按同时代横向比较 比如与曹云诸将 赵云约等于韩昊 每年少时的曹真 黄忠约等于乐进 马超约等于夏侯渊 张飞高于张和 关羽高于曹人 满宠于尽是肯定的 三国演义 因为彭属汉 武力上夸了所有人 五虎将的武力 差不多到了一个等级 张飞凭马超 关羽凭黄忠 赵云与马超 都凭过许楚 这其实客观上矮化了 关张 赵云从官位到列传排名 本来都是五人中最末 论历史定位 他的母版夏侯英 也的确不如 黄忠的母版 冠英与马超的母版英部 而三国演义里 赵云列到了 五虎将第三 论家戏斩将之多 更是五人之首 现在各色后世游戏 漫画衍生故事里 赵云的活跃程度 不言而喻 一望极之 所以这五个都被高估的人中 谁被高估的程度最大 很明显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